好 再来关心的就是地震消息了 我们当然先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天气 先来看到的是有东北风持续影响 昨天就有民众觉得 好像天气回暖的感觉不这么明显 没有下雨了 但是持续吹来的都是冷风 因为您看看台湾的风向 现在还是属于偏东北风 但是今天的强度有略微减弱 所以看看的是有这后头 还有冷高压蓄势待发 准备在开工日来影响台湾 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 我们接着来看到 当然就是今天的低温情况了 雨虽然是缓和了 但是低温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上市苗栗低温是9.6度 新北板桥是13.1度 这样的温度极值很明显 其实就是辐射冷却效应 天空云量少了就像没有盖被子 所以清晨的温度就比较低 以现在室外温度来看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义 台南 其实大概都在15到16度左右 昨天同一时间这样子的温度 其实今天是下降了3度之多 所以可见辐射冷却效应 在未来两天还是会明显的 不过大家比较关切的 当然就是开工日 还说会有寒流难了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今天明天这两天的天气相对稳定 整个西半部都是东云道 其迎封面的东半部带有一些水气 但放心 雨不会太大 您需要留意的是夜温差比较明显 可能会来到13甚至是15度之多 越往南日夜温差越大 而开工日当天您就要注意了 到时候会有东北季风暴到 先湿后干 后头是干冷空气再来补强 所以之后的辐射冷却效应 可能会比较明显 这是有些气象模式预报 可能会达到寒流的原因 这是辐射冷却效应 但通常这样的干冷 基本上冷的瞬间 都是这个一下下的 并不会像湿冷感受这么强烈 所以大家不需要过于紧张 但原则上开工日当天 是越晚温度越低 然后接着会冷两到三天左右 目前看起来是东北季风 有可能接近冷气团强度 那么时间近一点 再带大家精确的掌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描霉